美国起诉参与猎狐行动的7名中国公民 10月20日,美国司法部起诉了7名中国公民,因为他们参与了中共政府的猎狐行动,以法外和胁迫手段迫使居住在美国的中国公民回国。 美国当局认为在猎狐行动中有一个本国遣返部队在司法系统范围之外运作,强迫海外再驻中国人返回中国。 中共政府声称,该行动是反腐运动的一部分,是根据国际法在国外部署的。 该案中被指控的7人,被指监视和骚扰居住在美国的精英中国公民的家庭,以迫使他们回国。 今年1月,西班牙人权组织Safeguard Defenders宣布,根据政府的统计数据,自2014年以来估计有1万名中国人被强行遣返回国。 根据该组织的报告,通过猎狐行动和天网行动,中共政府综合使用了各种法外手段,包括绑架骚扰和恐吓,迫使目标人物违背其意愿返回中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